本分局人武派出所于本月20日20时取获报 人武区水软路高速公路下方寒洞 发生游览车痣状事故 本分局立即派遣警力 时员现场交管疏导及警戒 警方现场将司机邓南带回分局离清事发经过 经初不了解 该游览车旅行团为一日游行程 车上共计二期人 司机邓南驾驶车返程行津水管路西向东方向 未节省时间 税提早切入行驶机慢车道 因车高超过该寒洞限高两米 导致车头致状 警方对司机邓南十四九册为零 现场一名男子失去生命迹象 另有八男六女共计十四名伤者 由一一九救护人员送医救护 全案讯后将邓南医过失致死罪嫌 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有趣的图门 有趣的图离 guard